怎样知道有没有感染乙肝? 您说得了乙肝也可能没有症状,那么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得乙肝呢? 你只需要到医院做一个乙肝病毒检测,就马上知道自己是否得了乙肝。 我做过检查,说什么两对半,又是加号又是减号的,看也看不明白。 对的,最常见的乙肝检测是两对半,又叫乙肝五项,包括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乙肝易抗原和乙肝易抗体。 加号表示检测阳性,减号表示检测阴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乙肝表面抗原和抗体的检测。 这里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乙肝表面抗原和抗体都是阴性,说明没有对抗乙肝病毒的免疫力,应该接种乙肝疫苗,以防今后被感染。 第二种情况,已经感染了乙肝病毒,如果六个月后检测结果相同,即为慢性乙肝感染者需要定期进行检测。 第三种情况,表示可能通过既往感染乙肝病毒或接种乙肝疫苗获得了对乙肝的免疫力。 第四种情况,很少见,表示目前感染乙肝病毒,如果六个月后检测结果相同,即为慢性乙肝感染者。 四种情况,虽然有抗体存在,但并未获得保护。 我还检测了核心抗体,有什么用呢? 乙肝核心抗体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以前是否感染过乙肝病毒。 那么,乙肝表面抗原阴性,乙肝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都是阳性,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说明你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而身体战胜了病毒,并产生了免疫力。 那意味着我不会再换乙肝了吗? 是的。 那么我会把乙肝传染给别人吗? 不会的,你现在没有乙肝,更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那大三阳和小三阳是怎么回事呢? 医生们这么分类,只是为了便于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大三阳是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乙肝易抗原阳性。 小三阳是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乙肝易抗体阳性。 一般来讲,大三阳比小三阳血液中乙肝病毒含量高,传染性强,但它们的传播途径是相同的。 不论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都有可能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需要定期体检。 我常听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是怎么回事啊? 这两种说法都是指那些以肝表面抗原检测阳性,但肝功能正常,没有肝炎症状的人。 尽管没有症状,但仍应该定期检查,因为它们今后可能出现肝损伤,甚至发展成肝癌。 及时发现,及早治疗非常的重要。